先把油鋪滿鍋面 讓油溫提高一點 然後再加雞翼 其實這次雞翼 我已經事前醃好了 因為它需要比較長時間去醃 我就用了大概一個半小時去醃這個雞翼 醃料方面就包括了生粉 還有鹽 糖 麻油 生抽 還有白胡椒粉 還有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 就是我們當地馬來西亞 就是東馬來西亞那邊沙拉園 他們的原住民自己量製的 這個叫做味酒 我們叫做Dwa 差不多了 可以下這個雞翼 下的時候要留意 要把雞翼的皮那方面向下 真的貼著這個鑊的面 你可以大概知道 它的雞皮那邊 開始有少少金黃色 你看它側面 你會看到有少少啡色的感覺 你就可以把它翻一翻 對了 很漂亮的 這個金黃色 金黃色 你看它的雞皮 金黃色很漂亮 看到嗎 你也不需要煮得太過熟 因為一會兒還要放牛油 還有蒜蓉 一起翻炒一次 所以你看到它差不多了 好像類似這樣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上碟 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大火一點 大概中火 爆香的這個牛油 先放牛油 牛油就要加多一點 因為這個呢 是蒜蓉牛油 雞翼 所以我就會加比較多一點 差不多這樣的份量 那就等它慢慢慢慢地溶 你看到它溶完的時候 就證明它的油溫已經夠熱了 那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蒜蓉放下去了 那現在就等這個牛油呢 完全溶化先 OK 這個牛油呢 已經完全溶化了 而且呢 你看到呢 它有很多泡泡了 這個時候呢 可以將這個蒜蓉呢 放下去了 好了 這個蒜蓉和牛油的香味呢 完全出來了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把雞翼呢 之前呢 用來隔開油的呢 即是吸光油的呢 就把它放進這個 牛油和蒜蓉的這個醬汁裡面 好了 差不多了 你看到已經是完全金黃色了 而且蒜蓉呢 爬在這個雞翼裡 所以現在呢 就可以將它擺盤上碟 這個呢 就是今天阿Jack煮的 蒜蓉牛油雞翼